《马太福音》第49天 每日亲近神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祝福你 每日亲近神 神赐给智慧 平安 和喜乐 这圣经能使你 因信基督耶稣 有得救的智慧 祝福你 每日亲近神 讨神的喜悦 《马太福音》 十四章二十二到三十六节 三个神迹 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 先渡到那边去 等他叫众人散开 散了众人以后 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 到了晚上 只有他一人在那里 那时船在海中 因风不顺 被浪摇汗 夜里四经天 耶稣书在海面上 耶稣在海面上走 往门徒那里去 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 就惊慌了说 是个鬼怪 并害怕 喊叫起来 耶稣连忙对他们说 你们放心 是我 不要怕 彼得说 主 如果是你 请叫我从水面上 走到你那里去 耶稣说 你来吧 彼得就从船上下去 在水面上走 要到耶稣那里去 只因见风甚大 就害怕将要沉下去 便喊着说 主啊 救我 耶稣赶紧伸手 拉住他说 你这小性的人啊 为什么疑惑呢 他们上了船 风就住了 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 你真是神的儿子了 他们过了海 来到格尼撒勒地方 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 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去 把所有的病人带到他那里 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 摸着的人就都好了 这段经文记载了三个很特别的神迹 那就是耶稣驴海 耶稣止住风浪 以及彼得驴海 我们从这三个神迹 来学习一些宝贵的功课 第一 我们从耶稣驴海 及耶稣止住风浪的神迹 再次看见 我们的主是超越自然率的主 我们当来依靠他 他就要为我们止住 我们人生的风浪 门徒当中 有几位都是渔夫 他们都是海中的能手 然而我们人的力量是何等有限 人无法胜过大自然的力量 同样的 让我们谦卑地承认 不管我们有多大的本事 我们仍然是有限的人 人生有许多的风浪 是我们无法预测 无法得胜的 因此让我们谦卑地依靠神 邀请他来到我们的人生的船上 我们看见我们所信靠的耶稣 是不受风浪的限制的 没有什么患难 能拦阻耶稣对我们的爱 弟兄姐妹 你是否在人生的道路上 仍然骄傲地靠自己 以至于你对人生 充满了不顺及愁苦的感受呢 第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我们看见这位全能的主 他虽然是大有能力的神 他仍然谦卑地依靠天父 他排除万难的上山祷告 他向我们示范 祷告使他更有能力 甚至人摸他的衣裳就得医治 这是何等美好的榜样啊 让我们也能从我们的生活中 排除各样的难处 来祷告神吧 第二 我们从彼得旅海的神迹中 学习走出船外 我们还能经历神迹 彼得虽然因一时的小心 而沉入海中 但是他有一个态度 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那就是他为了追求 更多属灵的经历 经历更多神的大能 他愿意走出船外 然而其他的门徒 却满足于现状 而不愿接受新的挑战 是的 弟兄姐妹 也许在船内是比较安全的 但是当我们停留在船内时 也许没有什么危险发生 但同时也没有什么美好的事 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 你愿意选择安全 普普通通的过基督徒的生活呢 还是愿意追求更充满神迹的人生 虽然这当中充满了许多的艰难呢 主啊 我愿意谦卑地邀请你来到我的船内 陪伴我度过人生的风浪 我也愿意勇敢地接受 你给我生命中新的挑战 不把你当作鬼怪 导读神的话 约翰福音16章33节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阿们 感谢天父主啊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将这许多的事情告诉我们 是为了要我们在你里面能够有平安 阿们 是的主耶稣 在你的里面我就会有平安 主耶稣我宣告 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乃词会有平安 主啊我们在你的里面有平安 因为你是平安的主 主啊因为你将所有的事情预先告诉我们 让我们心里是有预备的 以至于我们的心 我们的全人在你的里面是有平安的 阿们 是的主耶稣我们相信在你里面满有平安 在你里面满有福乐 阿们 主啊虽然在这世上我们会经历许多的苦难 但是你说我们可以放心 主啊因为你已经胜过了这世界 阿们 是的主耶稣我深信我也放心 因为你已经胜了这世界 你胜了一切在我生命当中的疾病 你也胜了一切在我生命当中的苦难 我赞美你 阿们 主啊你已经胜了这世界 主啊你胜了在我们一切以为的苦难 但你已经胜了这世界 因为在你的里面有那不震动的国 主我赞美你 阿们 是的主耶稣我们赞美你 主啊虽然我们常常经历苦难 主耶稣但是我们相信 你已经胜了这世界 也因此虽然经历苦难 我们心中还是满有平安 阿们 我们感谢你 我们将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 这是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耶和华 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